字幕視職 忌廉馬介優 是澳門特色葡萄之一 主法雖然簡單 但是很考師傅的功力 大家首先要把馬介優浸水浸過夜 把鹽浸掉 第二天再用洋蔥、忌廉、白酒 開醬汁來煮熟 不過要謹記 煮到七成熟就剛剛好 然後倒入軟綿麵的大麵包裡 再焗熟 吃的時候把蛋捕爛 拌勻一點汁 吃起來就會更加香和滑 絕對是一事難忘 吃多多都不會浪費 味道真的很香 咬下去很滑 真的很滑 這個是紅腰豆和豬手 將豬手和紅腰豆蔬菜一起煮 煮熟後再淋上橄欖油 夠健康 嘗嘗豬手 肉夠軟 而且真的醃過夜 所以覺得味道很入味 肉質很軟 不錯 雜合魚的清湯、蒜蓉和白酒的湯底 再加上蜆和檸檬一起煮 火候魚控制得剛剛好 不能過火 吃的時候才夠原汁原味的檸檬上湯浸蜆 蜆的肉非常清、滑、甜 所以加上湯汁 又夠鹹 一般做餃子都要求皮薄餡 但是有沒有想過用豆腐做餃子 師傅把豆腐切成薄一薄 然後放少少餡料 再慢慢把布連上豆腐 打對角摺在一邊 用輕輕力壓著兩邊 打開布後 便看到完整無缺的餃子 包好的餃子 便拿去蒸五分鐘左右 然後師傅還說 要幫白酥酥的豆腐餃上色 把西蘭花汁煮上去 客人看見都可以開胃一點 哇 這多厲害 豆腐都可以來包餃子 真厲害 你看上面這些 這些是西蘭花 不是染色素 很漂亮 確實看到外面已經很滑滑滑的感覺 咬下去了 很棒 裡面 裡面有什麼 很多餡 大家看看 裡面有這個 冬菇 白菜 和豆腐乾 很漂亮 很多菜 真的很好吃 大家看到師傅打爛雞蛋殼 然後左倒右倒 原來是要抽些蛋白出來 加上素翅 素火腿 和青豆 去做芙蓉魚翅齋 煮這個菜 最重要是眼明手快 把蛋白快速攪一攪 晚半拍 蛋白就不夠滑滑 再加上其他材料 一樣不斷 很快就上碟了 這味芙蓉魚翅 真的做到真假難分 而且味道還不錯 大家看看這些魚翅 真是很粗 很開戀 所以你逐條逐條來 我逐筋 逐筋 嘩 很爽口 雞蛋 素火腿 那些菜式最好 一斤一斤都不下 送飯 送飯 我覺得這樣吃更好吃 只要這樣吃更好吃 有些青豆也挺好吃 嘩 魚翅真的挺滑的 接著要介紹這個太平洋捲 把不同種類的魚放進去捲 和平時吃的捲物 最大分別就是太平洋捲 要拿去燒過才吃 再加上蟹籽 真的夠豐富 一塊 一塊 裡面真的有魚 是燒過的海鮮 嗯 很香 混合蟹籽一起吃 感覺很特別 這味道就是這個 千代春捲 原來它的皮 原來是師傅用人手搓成的 所以零射與眾不同 看看又如何 我感覺怎麼樣呢 它同樣有我們一般 中式茶樓吃開的春捲 那麼香脆 但是呢 它就沒有那麼油膩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它裡面的餡 就是用日本的雜菜來做的 說明雜菜當然是淡淡爽